上市就降13万多 新款凯特达克XT5 现实价格从指导价 39.99万起降到了26.59万起 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吹这个事 很多人也在关注这台车 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们一个个说 首先降13万这事 说实话凯特达克是有点投机取消的 你们去看一下24款车银就知道了 4S店也是优惠个11万卖的 而且24款入门的价格 指导价大概在35万多 现在入门的指导价格 直接拉到了39.99 然后再给你来一个 上市就优惠13万多 而且还是现实的 是不是感觉这样大便宜 与其后期的中单优惠十几万 不如上市就官方降价 热度有的 噱头有了 所以这事我觉得凯特达克做的是没毛病 很聪明 不管你怎么做 你只要优惠到位就行了 OK再说一说值不值得买 我的观点是值得买了 从产品上来看的话 这次凯特达克S9相当于脱胎换骨了 因为换的和大哥凯雷德一样 更高级的平台 硬件素质非常轻 风鸟底盘高倍还有电磁悬挂 六活塞的Brambo卡 前一期也给你了 BBA是没这个待遇的 以前内饰不上档次 这次内饰做得很漂亮 宝马奥迪没法比 动力总成 全新的2.07发动机 还有91D变速箱 油耗是真的不高 尤其是跑高速很省油的 我们举个例子 之前我开了XC6去跑了高速长途 也就六个油出头 产品逆上 所以这台车很强 我也挺心动了 有人说奥迪K5现在卖的也很便宜 确实不错 但是这一代K5都卖了多少年了 人家这是要换代了 价格便宜对吧 处理卖掉 但是产品和XC5是完全没法比的 那你去买K5图什么呢 你们觉得呢